我比較想要金曲獎 先拿金曲獎 剛好因為我的粉絲他們不知道去哪邊 溫算片師說我金曲獎那一天 一定要有紅色的東西在身上 你有沒有哪一個人是覺得 真的是你的勁敵 勁敵喔 因為浩子 一剛開始進這一行 他就是想要當歌手 對那之後他給人家的形象就是 比較搞笑主持人這樣子 然後沒想到默默他就做出一張 很還蠻 蠻有水準的一張專輯的主持人 假設真的是被浩子拿走 那你就直接就是 復仇啦 王子復仇機啊 因為你也可以 我比較想要金曲獎 先拿金曲獎 發現周圍有沒有一些好的徵兆 像剛剛我們在看那個金曲獎的珠寶 就有紅色的東西 剛好因為我的粉絲他們不知道去哪邊 溫算片師說 我金曲獎那一天 一定要有紅色的東西在身上 那你的演唱會 因為從5月2號就宣布延期啦 你現在到底有沒有一個實機點出來 沒有 今年應該沒辦法辦啦 他們有的還擔心說 那個票跟上面那個 屁會不會不見啦 那到時候怎麼辦 對啊 那就是要先去護備起來啊 我每次只要就是公佈說 要退票這件事情啊 宣布在我的臉書 下面基本上有九成的 粉絲都會來說 嗯 我們是堅持不會退 一定會等到你要開唱的那一天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的打氣 你有一度沒有安全感嗎 我覺得那個沒安全感是來自疫情 突然間工作都停擺 沒安全感 沒安全感 然後 因為演唱會我們是沒有取消啊 一定是會辦的嘛 當時會一直覺得說 我慘了 沒有工作 現在工作都停擺怎麼辦 我的下一餐在哪裡呢 你應該還沒到主事老闆吧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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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也有一些夢幻的對象 是想要在 製作他們合作 因為一直都在講這個人 但是一直都沒有 跟他有機會合作到 就是陳慶珍 育比 那時候我去看他的演唱會 你知道 甜媽多好笑 我就 傳了一張照片說 欸我來看那個姊姊的演唱會這樣子 然後他就立馬馬 馬上說 你要不要幫你安排你上台 我說不用啊 沒關係啊 就是我幫你安排 跟他們講一下 看你要不要上台 跟姊姊唱一下 那如果這些華語歌手 願意來唱明南語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件 很棒的事情啊 酷 如果是叫你去唱國語歌 也OK啊 也OK啊 對啊 但先來唱台語啦 好不好 這一次 姊姊又入圍喔 啊對 輸完我們一起國金吧 好 那就預祝你得金曲獎囉 謝謝 那麼快 遇會你為什麼不跟他上愛情韓喜威 你們要風鬆合唱啊 愛情韓喜威嗎 你叫你像他啊 啊... 好謝謝 變成新三色了呢 成人版的愛情很愈快 我待會被忘掉